北漂呢 慢慢慢慢这个概念 这个外延就扩大 变成了异地打工者的一种代称 我们异地打工者呢 我想应该是有两大类 第一类首推农民工 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全国各地的城市的主要建设就是靠他们 我们有很多农民兄弟 从土地中走来 走入城市 帮你建筑 干最苦的活 我们城市人都不会 你别看你住高楼 你自个儿盖不了楼 所以你要依赖别人 我记得奥运会2005年06年那时候 为奥运会几楼秘鼓地盖那鸟巢的时候 有记者去采访 扛着摄像机就对着那些民工就说 这么大建筑 中国这么大建筑 你在老家盖过吗 那个工人就说没盖过 你想想他老家哪来盖这么大一鸟巢 不可能啊 说没盖过 说你在老家干过 什么呀 那个工人说的特有意思 他说累过猪圈 你想前面是累猪圈的 后来就给我们盖鸟巢 猪圈跟鸟巢说起来还是比较对账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城市的大部分建筑 或者说所有的建筑都是农民工兄弟 帮你盖起来的 包括基础工程 什么叫基础工程 这挖一沟 那修一路 这都叫基础工程 这些基础工程最苦都是我们的农民工去做 但是他们不被关心 我们飘的概念啊 其实还真的不包括农民工他们 实际上呢 他们虽然也是飘着的 但是大家把它单独的化为一类 叫农民工 什么时候我们没这个词汇了 那我们农民工的地位就提高了 那我们真正这种北漂都分什么样的人呢 大概有这么几类 第一类是最普遍的 我们每个人都接触在城市里 叫服务类型的 第二类是什么呢 是科技人才 第三类呢 那是高端行业 一步步高 往高处走 那么服务行业有这样一个特点 第一是低学历 学历都比较低 高中就算高的了 初中的 甚至小学的 甚至还有文盲的 低学历 低年龄 一般都是低年龄 但是他们有优点 优点是什么呢 什么都干 什么都愿意干 没有更多的这种文化障碍 我们人呢 文化学多了有很多文化障碍 不要以为你有文化就是个好事 文化多了以后你很多事你干不成 你心理承受力非常的弱 只有他们有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 所以在这座城市里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个城市的风景线 我说的这个不仅仅是北漂 是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城市 包括县城 每个县城都有外来的人 我有时候出差啊 到哪个县城 就吃饭干什么都跟人聊天 就要问问哪来的 都不是本地人 都是外来的 那我们可以看看 主要有什么呢 餐饮行业吧 我们都知道吧 销售行业吧 比如按摩啊 足底行业吧 快递行业 都是靠这些年轻肯干的 这个漂在城市里的人 我们以北京为例啊 因为我对北京这个城市相对来说比较熟 其他城市不熟不敢去说 比如北京啊 就是各种服务类的行业 它形成一种帮派 什么叫帮派呢 就大部分是这类人 你比如做早点的 北京做早点的 十有八九都是安徽人 对吧 那么包括保姆啊 保姆安徽的保姆 无为的非常厉害啊 早年都是无为的 现在当时来自哪的都有 比如装修的啊 竟是江苏的 江苏的手艺好啊 还有山东的 比如保洁这个行业 四川人就多啊 四川人做保洁做得好 你看你要是河南人 河南人就做不好 你比如按摩师啊 我们足底按摩 你不用问 大部分都是河南来的啊 你知道北京卖肉的 都哪来的吗 江西的维多 北京的澡堂子 你不用问 都是东北来的 东北人开澡堂子 有经验啊 过去你不要以为 都扬州师傅能开澡堂子 东北师傅更能开 为什么 东北冷啊 一年有七百个月都冷啊 没事就泡那热澡堂子里 那水蒸汽啊 东北的澡堂 一进都看不见人的 水蒸汽大 这个跟雾一样 所以这些人呢 他有老乡概念 有老乡概念呢 他就会把老乡之间的这种技能 你比如做早点就是个技能 互相传递 帮助你这所城市呢 运转 我们每年啊 一到春节前后 大量的外地人都探亲回家了 这城市就开始不怎么转动 好多事你就会变得不怎么方便 这就是漂在北京的啊 漂在城市里的人的作用 那么第二类北漂是哪类呢 叫科技人才 现在有一词特有意思啊 叫马农 什么叫马农呢 是编码的农民啊 他们特点是什么呢 高学历啊 跟前面那个第一学历完全不一样 一问不用问 都是大学毕业的 有的还是特别好的大学毕业 这就是IT农民工 收入并不高 你知道为什么收入不高呢 这就是我们教育的问题 有机会谈教育啊 我们教育生态严重被破坏 今天并不是你学的越多 你的收入就越高 绝不是这样 我们过去小时候啊 经常提的一个事叫 消灭三大差别 哪三大差别呢 第一是工农差别 工人和农民的差别 第二是城乡差别 第三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我们到今天 不但没消灭 还倒过来了 我们过去认为体力劳动不挣钱 都是脑力劳动挣钱 所以要消除这个体力和脑力之间的一个差别 今天我告诉你 体力劳动挣钱比脑力劳动容易 你知道今天什么体力劳动价值最高吗 瓦工 过去在这种啊 简单的粗活当中瓦工是最不值钱的 今天由于瓦工辛苦啊 干活辛苦 没有年轻人愿意学 今天城市装修任务又特别大 今天瓦工比木工贵 瓦工得多少钱呢 在北京这个城市里 起价最低的 每天八小时五百块 高的得六七百块钱 一加班一千块钱一天 那你脑力劳动者就没有了 你大学什么大学毕业了 今天也没有人给你一千块钱一天 所以呢 你看看啊 中国这种教育的这种生态 扎堆啊 学的技术都是学 要不然学金融 这些年大家学金融的多 过去学这个科 这个计算机的多 一说中关村 中国的硅谷 当年说怎么要 要跟美国那硅谷去媲美 美国那硅谷我去过啊 安静的跟乡村一样 非常的漂亮 没像我们那积极喳喳 满街都是卖假货的 没这个 没这个感觉 那么中国的硅谷呢 今天啥也没了 创业者也没了 变成非常冷清的一条街 又回去了 又叫村了 中关村 是吧 那么总是有人能成 谁成呢 这种飘着的人啊 这种脑子比较好使的 飘着的人能成的 最大的一个代表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京东的刘强东 刘强东的成功最大的标志 不是他做了京东 而是他取了奶茶妹 你们要知道 这是很多人羡慕的 那么另外一个高端行业 高端行业 什么叫高端行业呢 就是你看着 仰视的这都叫高端行业 比如啊 时尚业 新闻出版 包括媒体啊 这些都是高端行业 你看那时尚业啊 大部分人也是飘着的 他并不是这所城市的人 比如北京的时尚业 很多人都是外地的 在北京租一房子 工资看着挺高 过去前些年啊 这个微博里流行 这么一个段子 这个段子叫什么呢 就说中国的时尚杂志 你看它漂亮的不行 每个呀都是经过 这个PS的啊 就是我们现在不有一个 叫美图秀秀吗 那都被美图过的 这些明星们 登封面 里头都是穿着 各种名牌衣服 拎着各种名牌的包 登着各种名牌的鞋 他说这帮时尚杂志的编辑们呢 都是一群啊 这是好多年前 现在比这高多了 就是一群月薪 八千块的编辑 告诉一群月薪三千块的读者 月收入三万块钱的人 怎么花钱 听明白了没有 这事啊 就是互相不搭着 拿三万块钱收入的人做榜样 让三千块钱的人呢 去花钱 这不就成了一个非常虚假的风光了 所以这些人呢 有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叫什么呢 叫高收入零存款 没钱存着 你别听了他挣钱多 但是他没钱存着 为什么呢 一月份 工资一下来 要买双鞋吧 二月份呢 买个包 三月份呢 买个裤子 四月份买个上衣 五月份买一大衣 夏天来了 穿不上了 所以呢 半年都吃方便面 那生活的风光 只是表面风光 他们处在这个状态下呢 叫什么呢 就是表达都跟人家不一样 比如我们现在啊 最肉麻的话 现在都说的非常普通的 叫亲爱的 最后简化成亲 这些人打电话 就是不管这人熟不熟 那么第一回都是 亲爱的啊 什么什么什么 都是那个 我听这种肉麻的话多了 当然没人跟我说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 飘的概念呢 每个人都就是 你不是这个城市的人 你就有飘的概念 这个飘的概念 只有我们有 其他国家的人都没有 就是因为中国有一种制度 叫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呢 就是你比如美国人 美国人没有飘的概念 为什么 他只有他登记就是两次 一次叫出生 一次叫死亡 就登记两次 我们有一个户口登记 你哪人呢 对不对 你比如我 你看我那个北京人 我生在北京 我户口是北京的 但我1969年离开北京 我去东北了 我去黑龙江了 去了两年 把户口都迁去了 迁去了以后呢 1971年回来了 所以我那户口本上 很诡异的写着 1971年 由黑龙江省迁入北京 前面那段看不见 那么如果我1971年 回不到北京的话 那我今儿就一口东北话 我就是弄那个二人转的 对不对 我回来了 所以我这户口是迁回来的 走来走去的 我们北京有很多人 户口迁出去就没有机会 再迁回来 所以就是自个儿觉得 很不方便 很痛苦 那我们中国户籍制度 是历史上就有的 我们最初在西州时期 就有很原始的 户籍登记方法了 到了春秋战国呢 因为打仗 打仗就缺人嘛 缺人呢 人口就变成重要的资源 所以就建立了 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 那么秦汉以后呢 中国的社会制度 就开始逐渐成熟 户籍制度就非常完善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经常分裂 你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 国家就分了 分了以后 户籍制度就比较混乱 隋唐统一以后呢 又开始把户籍制度呢 很好的重新实施起来 隋唐的时候呢 把人分为呢 四种 它那挺有意思的 这四种叫什么 第一叫小 什么叫小呢 就四岁到十五岁 是小孩嘛 第二呢叫中 中是什么呢 十六到二十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 中学生和大学早年 就是中 到了你成人了 都不叫大 那不是小中大 那是咱们的思路 那过去叫丁 丁 你比如说过去 有个电影叫抓壮丁 什么叫壮丁呢 您到五十岁 那肯定不行了 过去这个 这个丁呢 是指二十一岁 到这个六十岁 六十岁以后 就称之为老了嘛 跟我们现在退休的概念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丁啊 丁有壮丁 壮丁是指二三十岁的 这种青年啊 所以过去我们有一个事 说你们家 两丁抽一 就是意思都是成年人了 你必须有一个人 要出去干活 是吧 那么宋元以后 一直到明清啊 我们的户籍制度 都是研习的啊 那么我们的户籍制度呢 那这个解放以后 还是两种 一种呢 叫农业户口 一种是非农业户口 就是说 就是城市啊 一般说起来 就是城市和农村 两种户口 过去城市户口 是发粮票的 农村农民是不发的 你自己种地吗 凭什么发你粮票啊 就不发 这时候农民就很羡慕 城里人有粮票 可以通过粮票 去买粮食 你比如我们老说户籍户籍啊 户籍制度呢 是你登记 登记给你个什么东西呢 给你个东西 叫户口本 你看户口本很有意思 什么叫户口本啊 过去古代认为户 就是你们一家子叫户 口呢 是你们家有几口人 所以我们肯定说 有几口人嘛 户口是指你家庭的 一个基本状态 那么户籍制度呢 我们涉及到中国人 中国人填表书 老填一个东西叫籍贯 对不对 籍贯 什么是籍贯呢 还有的表上写上原籍 原籍就很容易填 你比如你要 我要一看这表上写原籍 我肯定写一山东 我历史上山东人 我爹就生在山东 对不对 虽然我生在北京 可他写一籍贯的时候呢 我有时候填山东 有时候我就填一北京 我觉得籍贯 我生在这了 那我就可以算是北京人了 所以我有时候也填北京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填 这个原籍比较容易理解 籍贯呢 按照字典上的说法呢 就是说你的祖籍的居住的地方 也可以称之为籍贯 我们没有出生地这个概念 美国人是有出生地概念的 就是你生在哪 这就是你的籍贯 因为美国那 全世界各地的人 各种人都晕积到那 所以籍贯对它不重要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那我们户籍制度呢 一直在变革 在不停地改 我们这个制度一定是有利有弊的 历史上它有个积极的意义 今天呢 它确实跟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 跟我们的国际社会是有些脱节 也给很多人造成了生活中的不便 所以我们就有这种飘的感觉 我们这个飘呢 今天在全中国的大城市 中等城市乃至小城市 包括县城 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一到春节 所有人到这会儿都要奔家去 因为我的户口在那 我的根就在那 给我这样一种文化概念 如果有一天 我们的户籍制度取消 那我想这个飘的感觉就迅速就没了 那时候的社会就显得空间变得非常大 显得会更加公平 官复猫 揭秘官复秀 这博馆那盘子多漂亮 画着四个芦燕 你看这四个芦燕不一个姿态 这花画得超大 水芙蓉 水边长的芙蓉花 上面有很多夹蝶 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色 画的是什么 画的是个社会 这是一个社会 看着欣欣向荣 蝴蝶飞舞 这四只芦燕 是四种生活状态 叫飞鸣食肃 飞 看到没有 飞着呢 鸣 叫着呢 食 吃着呢 肃 休息着呢 睡着呢 为什么他画这四个形态呢 它是象征于人类的四种状态 就是飞 是技能 你今天要想在这个社会活得好 你必须有一门技能 你先不要以为端盘子没技能 我实在不想到餐馆端盘子 端盘子就有一技能 你端不了 你不扣人家身上 把这菜不扣人家身上 就算本事 你在这拿着菜走来走去 那菜汤子一甩 甩人身上 人家给你没完没了 对吧 所以一定要掌握一个技能 你看按摩是技能吧 你给人做一个早点也是技能 你自个儿家里的合不单 为什么一煎就糊呢 就没技能 技能是你生存的第一标准 只要你要有了技能 你才能生活得更好 第二 鸣 是叫唤 为什么要叫唤呢 第一是沟通 你需要跟别人沟通 第二是一种情感宣泄 我们每个人都有情感问题 情感问题 你如果情感 你说你没问题 那你就快出问题了 每个人情感都有问题 你要跟人学会沟通 这个需要 这个郁闷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对象 去跟人家宣泄 或者实在没有对象 你找一控场去喊一下 也得把这个心理的郁闷喊出去 食 吃 这不用说 维持生命的基本机能 我得吃下去 我不吃 就不行了 就扛不住了 要吃饱吃好 但不能吃胖了 素是休息 非名食素 素是休息 睡觉了吗 只有休息好了 第二天才能继续干活 所以古人呢 把人类的生活的基本状态 画成四支炉燕 用这种四个炉燕来代表 人类的生活状态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炉燕画的颜色 就是炉燕的样子 画的很细腻 花卉呢 画的为什么那么热烈呢 就是要反映社会的 对你的诱惑 我们今天社会有很多很多诱惑 就是跟这些花枝招展的花似的 大朵的花 冲你这个摇曳生姿 这还有个菊花 是吧 大大蝴蝶都飞来 这蝴蝶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各种美女 都对你有诱惑 所以你要知道 对着这样一个盘子 它代表了很多的社会内容 那么问题是 这盘子是什么时候呢 这盘子我告诉你 这盘子是雍正时候的 乾隆的爹 康熙的儿子 就这会儿的 距今呢 有大概二百六七十年 他的盘子啊 我们注意看一下背面很有意思 背面什么都没画 光的 这种画法呢 还是受康熙的影响 这盘子不排除 这个素盘子 就先是康熙年代稍好的 到了雍正时候才画的 这个品种呢 叫粉彩 当时由于是从西方引进的 也叫阳台 这个我说的 感谢观看